洗澡车专业厂的技术 杨绍伟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我身后这一款 国六排放 东风天 多功能洗澡车 该车标配 康明斯210马力发动机 前桥6.8吨 轴距5米 后桥11.2吨 1000的钢丝胎 走 咱们去看看驾驶室 咱们来看看驾驶室里面的陈设 这个是东风六档变奏箱 这个是断气刹 后面是副发动机油门控制线 这个就是作业操作平台 尾部的监视器 现在咱们来看看 该车的专用部分 这个是高压路沿冲洗系统 这个是低压路面冲洗系统 它的一个路面的冲洗宽度 可达到8车到24米 这个是气动球阀 可以驾驶室里面操作 这个是一个液压扫盘 这个是一个扫盘的一个喷水装置 这个是高压的一个侧喷杆 这个是中指的一个吸盘 它的宽度是2米4 这个吸入口的这个直径是180毫米 最大吸入口里是110毫米 咱们现在看看后面 这个也是一个后面的一个尾部的侧盆系统 也是气动球阀 可驾驶室里面操作 这是一个尾部的一个降臣的一个系统 咱们来看看尾部的一个结构 排屋口 倒车影像 后门液压锁紧装置 室屋窗 咱们来看看侧边 这个是20米的高压清洗卷盘 这个就是一个操作活 咱们现在来请师傅实际的操练一下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遍 现在是对冲模式 可以冲洗8压到24米宽 尾部带有侧喷降臣系统 现在咱们来看看 最大的一个高压喷雾降臣效果 现在咱们来看看 高压清洗枪 现在咱们来看看 高压清洗枪的实际操作 现在咱们来看看 露眼清洗系统 倒车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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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请注意 车请注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